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解说的是延续 我们在上一节课呢 有提到的一心生十法戒 那这十法戒分为六凡四圣 也就是凡夫位有六个阶位 圣者呢有四个阶位 那凡夫位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顺福分善 顺解脱分善 顺觉则分善的这三种善 那另外在俱色论里面有提到了 三贤四善根的七个加行 这个叫做加行位 那从加行位 透过子观的加行 善法的加行 闻思修的加行 可以让你进入到圣道当中 圣道呢 这个三类圣者当中 我们现在先锁定在申闻的圣者 申闻的圣者呢 他得到的果报呢 得到四果 那四果呢 如果再把他的相位也算进去的话 就是四果四相的四双八倍 那要转凡成圣刚才提到了 我们必须从三贤四善根的外凡复位 修子观 修五庭心观 四念处观 四地十六形象的观察 为什么要观察这些内容 因为断除烦恼 让我们轮回生死的关键就是烦恼 那透过五庭心观 四念处观 还有四地十六形象的观察 可以进入到圣者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圣者的阶位 圣者的阶位呢 我们说二圣是申闻跟圆绝 那主要的重点呢 是在这个申闻 申闻刚才也提到了 他是发出离心修四地的观形 那他正道的是涅槃果 涅槃我们说什么是涅槃 贪永静 撑永静 吃永静 一切烦恼永静 苦的永静 那烦恼的永静 不再生死轮回 他叫做涅槃 那涅槃 他是一个乐 也叫做涅槃乐 那我们 如果能够转凡入圣 那就解脱生死轮回之苦 那声闻呢 这边有几个阶位 我们先注意一下 第一个呢 他用三道去说明 就是见到 这个见到呢 就是见到诸法实相 见到真理 见到解脱的真理 见到什么解脱的真理呢 四圣地的真理 佛初转法轮 让吴比丘得到四国呢 就是 这个说明四圣地的道理 那见到 修到 无学到 这是三道 还有四国 出国 恶果 三国 四国 那 这个出国之前 还有相位 就是出国相 恶果之前 也有相位 恶果相 三国之前 也有相位 三国相 四国之前 也有相位 四国相 那 这个叫做四双 就像筷子一样 一双 出国相 出国 八倍 就是有八类的胜者 那为什么会有相位 有果位呢 就好像我们要进入 四区之前 先进入郊区 我们要进入 四区之前 四中心之前 那就会有 这个出国相 那比如说 我们要进入台北四区 那先进入他的郊区 要进入北京市 先进入郊区 他道理是一样的 那在四种圣者当中呢 刚才提到了三道 那另外呢 这边也提到说 圣者呢 他有顿根的 根立根的 那顿根跟立根呢 他这边分为随性行 跟随法行 那顿根立根 这个见到位 顿根叫随性行 一直到修到位 他叫做什么呢 信圣结 他这边都有个信 那无学道呢 就是实解脱 那 见到的立根呢 叫随法行 道的修到位呢 他转名为见智 那无学道呢 他就做不实解脱 我们只要看这一组 后面呢 他其实跟这一组 都是一样的 那随性行呢 他是指声闻 见到的顿根圣者 他为什么叫做顿根呢 那因为他需要 从其他人的地方 从老师的地方 从老师的地方 听闻佛的教法 而生起信仰 从他而闻 生起信仰 而修行 那这个是随性行 那第二类呢 立根的叫做随法行 他为什么叫做随法行呢 立根的人 他能够自闻 这个阅读经典 他能够自己擅作抉择 能够如理思维 能够自己呢 如理的修行 所以随性行呢 他比较依靠于他人的听闻佛法 因为他比较顿根 那立根者呢 他能够自阅读经典 自擅作抉择等等 他叫做立根的随法行 所以剑刀位有顿立根 修刀位也有顿立根 那这是顿根 这是立根 那无学道有实解脱 不实解脱 这个实解脱呢 就是他得到无学位的阿罗汉的时候 他要代实解脱 代实解脱是什么意思呢 他要等待好的实解因缘 他要好的老师 他要好的同学 他要好的饮食 医药 卧具 他才能够得果 那相对于我们现在的修行者也是一样 你如果没有给他好的老师 你如果没有给他好的道友 你没有给他好的饮食 卧具 医药 他不能修行 他修不下去 那这个顿根还是立根 这是顿根 那有一类立根的人呢 他不带实解因缘 没有好的老师 没有好的同学 没有好的饮食 十一要卧具 他一样可以得到解脱 那这是属于立根的 所以建道的顿根随性行 立根随法性 修道顿根信圣节 立根建制 那无学道的顿根是代实解脱 顿根是不实解脱 那在修道位 修道位呢 这边提到的有这两类圣者 那修道位还有一个叫做深圳 那深圳呢 他是正德 在佛法当中有一个定叫深圳八解脱 那他正德什么呢 正德灭尽定 所以这个深圳呢 在修道位 他是三果正德了灭尽定 的圣者呢 把他叫做深圳 正德灭尽定 正德八解脱 那在佛法的 古特且罗的根性 我们要把他分辨清楚 比如说凡夫六凡 这六种根性 圣者四种根性 在佛典当中 分别根性的差别是很重要 不同的根性 他修不同的法 他得到不同的这个果报 那在余解释地论里面 有把普特且罗分成二十八种根性 分得非常细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去参考余解释地论的深文帝 那这里提到了 这两类顿根跟利根 那接下来呢 他会提到修制 修制就是说 我们要智慧断烦恼 然后得到这个圣果 出果 恶果 三果 四果 你要有智慧 断相当的烦恼 相对应的烦恼 得到相对应的四双八倍的这个圣果 好 所以呢 他这边前面有几组 这几组内容 就等一下就是要对照 四果 四项的圣者 好 那在 我们断烦恼 得到圣果的过程当中 他有两个项目 一个是断 那断呢 用什么断呢 用智 所以这边智呢 他这边有讲到八忍八智 那这边有七智叫他心智 这边有八智叫静智无神智 那断的烦恼呢 有九十八随勉 见获有八十八 修获有十个随勉 八十一品 好 那 这个深文呢 刚才提到说三道 配合四双八倍 这边注意一下 这边的三道呢 配合四双八倍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少配 比较少搭配的啦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剑道呢 他是四双八倍当中的出果像 那修道呢 修道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 出果道 四果像都叫做修道 那吴学道呢 他就是阿罗汉的 他是阿罗汉 他是阿罗汉 好 所以 这个三道的搭配呢 也是分三组 这边再加一个阿罗汉 更完整 那接下来我们看四果四相 刚才提到说四果四相 就是四双八倍嘛 我们要得到胜者 那我们看 他第一个阶位 第一个阶位叫做什么呢 出果像 如果我们这边把它 列为八个阶位 出果像是一个 出果呢 二 二果像 三 二果 四 三果像 五 三果 六 四果像 七 四果 八 我们现在所说的呢 是次第正果 次第正果就是说 呃他是动根的 凡夫呢 转凡入圣的时候 他先正出果像 第一个 然后再正出果 然后再二果像 二果 三果像 三果 四果像 四果 这个叫做次第正果 那第二种叫做超越正 超越正就是他不经过出果像 他直接二果像 正二果 这是一类 第二类呢 他直接正到三果像 直接正三果 那我们现在所讲的是 呃 四地正的 四地正第一个 当然是正哪一个 出果像 那出果像呢 大家注意一下 他断剑获的八十八个烦恼 那八十个八个烦恼呢 他是断 三剑 观察四圣地 然后断三剑的烦恼 那因为 我们迷于四地的道理 迷离的烦恼 我们还有迷世的烦恼 我们为什么 不能解脱的关键 在于我们迷于四圣地 迷于苦极灭道 苦极灭道 一个是 轮回生死的因果 一个是 解脱还灭的因果 我们对这两个因果呢 不能如实了之 不能如实了之呢 所以 我们迷于苦地 迷于极地 迷于道地 迷于灭地 也就是我们 不知道四圣地的道理 我们认贼做父 我们认什么做父呢 认烦恼 我们认烦恼呢 不断地生起 不断地生起 起获造业 感得无量的苦果 所以我们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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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